今天就讓我們一起做乾炒牛盒 那首先呢在這裡我有一磅的切好了的牛排肉 然後我們來做醃製的醬料 這邊有半個蛋清 一湯匙醬油 少許白胡椒 一茶匙玉米粉 加上兩湯匙的水 然後把它攪拌均勻 倒進牛肉中 然後這個時候就給它攪拌均勻 像是按摩一樣這樣子的感覺 這個時候呢我們再放進來一湯匙的植物油 然後也是一樣攪拌好 最後呢給它醃製15分鐘 現在我們來製作我們今天的醬料 首先加入兩湯匙醬油 一湯匙老抽 一湯匙蠔油 一湯匙蠔油 少許白胡椒 和一茶匙的糖 在一個平底鍋裡 我們加入一湯匙的植物油 那在這裡呢 那在這裡呢我有一袋新鮮的盒子 我們把它放到鍋子裡 用高溫呢給它煎到香 大概兩分鐘的時間 拿出來之後放旁邊 同一個鍋呢 現在我們再倒進來一湯匙的植物油 然後放進已經醃製好的牛肉 然後也是用高溫給它煎一下 直到七分熟 拿出來之後呢也是先放旁邊 這個時候在我們這個美麗的平底鍋中 再倒進來一湯匙油 放入四分之一的這個洋蔥 然後炒到香 再加入一小把的這個蔥 然後只是白的那一段 然後也是炒到香 再加入一杯豆芽菜 如果你喜歡的話呢也可以多放一點 加入和粉和這個牛肉 還有醬汁 然後用這個高溫呢 快速的炒給它 攪拌均勻 但是要小心 快追快 可是不要把這面材都用斷了 最後呢我們還加一些綠蔥 就是綠色的那個皮粉 我們今天做的這道家常乾炒牛盒做的 真的是非常的美味 你也可以看到這個麵條呢 其實咬起來是有一種Q彈的感覺 很平滑的那種口感 然後牛肉又很嫩很多汁 然後一起吃起來的感覺呢 還有微微的焦香味 真的是很美味很好吃齁 好的那我希望你今天也喜歡這個食譜 如果你問十個廣東人 喜不喜歡吃乾炒牛盒 我相信九個呢都會告訴你 非常的愛 因為它真的非常的普遍 從這個阿嬤的餐桌上啊 到五星級飯店 到這個路邊攤 你都吃得到它 那也請你留言告訴我 你喜不喜歡吃這道乾炒牛盒 別忘了訂閱按讚 我們下期見囉 掰掰